十二年来 一直到此时此刻 我们都完全不知心 没有拿过一毛钱 我们一直以来 都是请专业会计人士处理 固定将账目表明信 张贴在我们的会堂里 请一起发光 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查看 我要特别说明 十一奉献是圣经的教导 不是我个人独创的洗脑说法 以下我要做几点的说明 第一 一起发光的财务金流 一向交给专业会计人士处理 清清楚楚 首先 一起发光 是我和我太太为灵 根神的立约 也是我们这辈子的呼召 更是我们一生的使命 因此在一起发光尾声 整整十二年来 一直到此时此刻 我们都完全不知心 没有拿过一毛钱 完全是无几值的 有关于一起发光 财务金流 我们一直以来 都是请专业会计人士处理 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并且固定将账目表明信 张贴在我们的会堂里 请一起发光 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查看 倘若任何奉献者 对自己奉献的金额及用途 有任何的疑问 都可以来查询 为了让弟兄姐妹 有地方聚会 敬拜祷告 我们将自己的房子 完全无偿的提供教会 聚会使用 也就是我们每周聚会的主堂 也是各位现在 所在的地方 感谢主一起发光 很蒙福福 在去年一起发光的人数 已经增压到 这个空间不够使用 我们和小组长一起 讨论祷告 并在牧长的支持下 于网络上 找到现在我们的新堂 并以租赁的方式 进行扩堂 所以我们现在的扩堂 这新堂是租的 这个堂 扩堂的新堂是租的 绝非外界谣传 由教友奉献购买 我们有租约为凭 待会会提供给大家 有人提出 我们强阔弟兄姐妹 分歧付款支持扩堂 但事实 我们绝对不可能 强阔任何弟兄姐妹 来做分歧奉献 参与建殿 在圣经的真理教导中 是集蒙祝福的事 因此在这次的扩堂 我和小组长带头奉献 并且配合也想要参加 建殿蒙福计划的弟兄姐妹 让他们按着自己的心意 即可以的方式来做奉献 我要特别说明 十一奉献是圣经的教导 在我们圣经 马拉基书的三章第十节 万君之夜华说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仓库 使我家有粮 以此试试我 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寝福于你们 圣智无处可容 这是圣经千年的教导 不是我个人独创的洗脑说法 所以我们说十一奉献 是基督徒应尽的义务 各教会都是如此 但我们同时也强调 每个人要按着自己 心甘乐意奉献 不要做难 绝对不可能有任何强迫或规定 我在教导中 也清楚地告诉弟兄姐妹 没有感动 而不奉献 完全没有关系 至于在奉献带上 写上名字 是为了让大家 不被看见金额的多寡 各凭心意奉献 并且可以一笔一笔 清楚地记录 好在之后 开立个人奉献收据 结底年度税金 度zas 动作人 为了让大家感动 并且能看我们 能 Diesel 今次接alk 动作人 倒叉献